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学习上篇的第七节 必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孔子 无私运动以后复闲很久的孔子 现在变得很忙 不但上电影上电视上讲坛 而且还飘洋过海到国外拜学院拜学堂 孔子越来越忙 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热的一个表征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和世界性影响力的日益增长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会越来越热 而且会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天气热了 作物生长加速也容易滋生蚊虫 中国传统文化热了 一些错误的观点 错误的思潮也难免会路头甚至蔓延 对社会大众 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消极影响 这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引导社会大众 特别是当代大学生 以正确的方式认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正确认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必须警惕两种错误思潮 一是必须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思潮 2017年5月 有所谓女德专家在大学校园中间开谈设讲 弘扬传统文化 以弘扬传统文化名义 其实在宣扬封建主义的三重子德 引发社会关注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 儒家 道家 法家等等 传统思想流派的当代继承人 都在积极寻找各种机会 表达自己主张 试图把自己所推崇的传统思想 政治理念确立为中国的主导价值观 这些都属于文化复古主义思潮 复兴儒学思潮 是当前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复古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 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学说 把重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尊孔读经 讲儒学经典分为至上正理 甚至对一些错误的观点 都要粉饰和报告 更值得警惕的是 这种思潮甚至打着民族文化复兴的旗靠 公然挑战马斯主义的指导地位 声称马斯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力的外来文化 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 应当什么呢 应当用所谓的人正德制 甚至用三纲五常 来取代马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应价值观的指导地位 我们重温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现代史 让历史告诉我们 是我们给各种文化复古旨意思潮的一个总回复 传统文化既不能解决旧王图存的问题 也不能解决复国枪名的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开历史的倒车 让中国传统文化再次成为指导价值观呢 曾向余的学者说指导那样 用传统文化来拒斥马斯主义 看起来似乎是在捍卫传统文化 而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传统文化不仅将不能保存 反而会为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所淘汰 总之 文化复古主义绝不是 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们必须坚持马斯主义的指导地位 牢固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景方向 取其精华 取其造谱 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适调 第二 最需要防止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 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 就是否定一切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的历史价值 新世纪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圈面展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西方价值观 遥相呼应 在我国有卷土重来之时 其重要表现 就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危害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消解传统文化价值 动摇文化信念根基 二是消融民族文化特质 阻碍民族发展进程 三是侵蚀思想文化战线 危害国家文化安全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一批共产主义政党先后诞生 大浪掏杀 能够幸存到今天的去之可数 能够屹立在 广告于一批共产不出事 次见